综合塔斯社、卫星通讯社等多家俄媒报道 对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日前鼓动欧洲海军在台湾海峡巡航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23日在社交平台Tilergram上质疑道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亚太国家的海军是否也应该 比如说在应急力海峡巡航 伯雷利23日在法国《星期日报》上 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声称 欧洲必须非常重视台湾问题 因为台湾在经济上 商业上和技术上都与我们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欧洲海军 在台湾海峡进行巡航 以显示欧洲对这一绝对关键地区航行自由的承诺 据塔斯社最新消息 对于伯雷利这番言论 扎哈罗瓦当天在Tilergram上回应称 首先欧盟只是欧洲的一部分 我们俄罗斯不允许伯雷利 代表整个欧洲发表言论 其次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亚太国家的海军是否也应该 比如说在英吉利海峡巡航 23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认为 伯雷利的此番说辞 反映出欧洲内部的确有一些政治力量 始终以意识形态划险 对华抱有冷战思维 中国对此应该警惕 但没必要认定其为欧盟的既定政策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 清华大学中国论坛特约专家高健 2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伯雷利呼吁欧洲派海军到台海巡航 但非常客观地讲 欧盟没有这样的实力 对于欧洲境内的社会治理危机 经济衰退 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包括马克龙在内的不少欧洲政治家 都是有客观认知的 高健表示 伯雷利的文章 从战略的角度来说 可以理解为欧盟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 从而试图刷存在感 作为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的负责人 他能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的署名文章 也反映出 欧洲内部的确有一些政治力量 始终以意识形态划线 对华抱有冷战思维